今天有許多話想要對你說 是我在美國求婚的時候 待不及說的 親愛的老公 還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 才登記 不知不覺已經一年了 在今天以前 我內心興奮又焦慮 爆發的疫情 婚禮的流程 還有指針不解的體重 今天終於還是到了 在遇到你以前 我一直在想 我的結婚對象 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遇到你以後 我終於有再想過這個問題了 我知道就是你了 想當初在軍工的作業區 你拿著信 對我說了一句 郭先生的信 開啟了我們的緣分 遇到你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仍有一個人 這麼懂我 愛我 包容我 和我有這麼默契的人 你總能 get到我笑點跟賴 我們總是能一起 想到一樣的話 一起說出來 我無心的話 你都會化為行動 生活中的小細節 都讓我覺得很暖心 今天是我對你的承諾 終於要在大家的祝福下實現 當你的出現 以及天馬行空的想法 讓我的生活也變得精彩起來 我曾經說過你和別人不同 當時我並不相信 但時間證明你是對的 你的確和大部分男生不同 這些細微之處 在生活的點點滴滴裡被驗證 我們會因為彼此而柔軟 也會因彼此而堅強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總是那麼的令人踏實和安心 我們新郎只約你願意去 宜萱成為你未來的新娘嗎 我願意 不夠大聲願意嗎 我願意 給他掌聲鼓勵 一 二 三 請丟 或許在某些時候 我有一些懶 但請相信我 一 二 三 請丟 我一定會讓你覺得幸福快樂 往後的日子 只要有你在身旁 我就會充滿動力 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都會是你最堅強的後盾 我們一同面對未來的挑戰 愛情不是不期而遇的我們彼此適合 可是一開始並不那麼適合的你和我 經過磨合 最後成為了剛好合適的我們 謝謝老婆選擇我 紫月 成為你生命中的男主角 也很開心自己可以遇到一位 美麗的女主角 共組家庭 一起創造更好的未來 你要永遠記得我現在的樣子 不管我以後 胖了 老了 病了 一定要把此刻美麗的我 永遠記在腦子裡 謝謝你讓我嫁給了愛情 我愛你 親愛的老婆 謝謝 謝謝